我们在MOCA中做完追踪之后 难免的会有一些错位或者说边角不准确的情况 我们这边还是打开之前的手机的这个跟踪的视频 那我们在这边还是通过AE建立一个合成 通过动画通过MOCA进追踪 那我们在MOCA中呢 画这么一个平面 然后追踪它的数据之后 那么它会有一些边角的不准确 首先这边在这个视图中 你是没有开启这个属性 也就是这个参数的 那我们这边如果要调整这个边角 包括它具体位置的时候 比如你定位某一个帧到中间 设定为它是一个主要的帧 也就是说你核心最正的一个画面的帧 当然这个帧呢 我们自己呢可以选一个位置 比如说我觉得46帧的位置很好 这个时候我想去参考这个边角的所有的帧 去做调整 我们自己在拖的时候 可以打开这个太阳的这个图标 调亮一下它的亮度 更好地看到你目前正确的一个位置 比如我四个边 目前呢是放在这样的一个位置 保持一致 这边关闭显示 那我们通过视图菜单开启我们的参数 也就是属性栏 这一栏中我们看到我们是跟踪 我们切换到调整跟踪 那这个时候会有它的一个设置 我们看到这边 你需要呢激活它的这个属性 这边它是比较占用分辨率的 我们可以把这个窗口呢拖动出来 你可以让它浮动出来 那么它还可以 节省我们这个空间的一些显示 那我们作为演示 我也可以把它拖到其他的位置 那这边我就把它放在这个位置 然后这边通过移动工具移动一下 当你切换到调整跟踪这个菜单的时候 这边主要的功能就是调整上下左右 比如我们看到跟踪点 左上右上左下右下 你在这边可以看到 这边这个参考点就对应这四个边角 那比如说我想调右边这个角 那我就选择右边这个角 系统会显示出目前这个针它的一个状态 比如你看到这边显示一个当前针 当你在使用选择工具移动它的时候 你会看到你的主针 也就是你在目前这一针 它设置这个位置的时候 它的一个原始的位置 我们这一针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可以往前拖去看 那你会看到你当前真的一个运动的情况 包括错位的情况 如果说我们拖动的时候错位比较严重 那你就需要呢对它做一些调整 做一些微调让它回到正确的位置 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往前拖 这边我发现它开始偏移了 那我可以在这边人工拖动 也可以用这个上下左右一点点的去微调 或者说你点击自动 有的时候自动它可以猜测出来这个位置 有的时候猜测不出来的话 我们还是手动拖动一下 比如我确定呢是在这个位置 这边会自动生成关键帧 我们继续往前看 那这边我们发现它又产生了很大的偏移 那你可以继续尝试让它恢复到正确的位置 所以这样我们这个边角的参数呢会更准确 这边我们就稍微的拖动一点 这边也会看到绿色点呢新生成了关键帧 这边我们看到就偏移的更多了 那你可以在这边继续去拖 让它回到正确的位置 基本上这样子我们看到 修正之后要比之前稳定的多 这边还稍微高了一点点 当然这是一个四个边角的调整 并不是说你只看 右上方这一个角 我们继续往后拖的话 也会看到这边就偏移的多了 那么在它进行偏移之前 如果你中间的关键帧很多的话 你可以在这边手动加一个关键帧 点击一下关键帧按钮 那这样子我们看到 这个帧可以保持这一段数据固定 然后我们继续移动 这边又产生了很大的偏移 那我们在这边继续拖动 让它恢复到一个正确的位置 那后边也是相同的方式 因为我们看到这边产生偏移之后 你可以去点或者说用自动 如果对于透视明显的话 我们看到自动识别的不是很好 我们就手动调整一下 这样子可以看到右上角这个位置 基本上可以稳定在我们所需要的位置 那如果你调好一边之后 你想调另一边 在这边可以切换 比如说右下边我们看一下 那我们先拖动 看到明显的一个参考的位置 在这个大的图标上 我们拖动看到 基本上错位不是很明显 这边因为高光反射的很明显 所以它的错位也非常的明显 所以我们的调整思路就是 基于我们这个主针 也就是你的参考针 然后去移动 我们看到下边这个偏移的还是非常多的 我们的主针 目前是在手指的边上 这样一个位置 那我们在第二个画面中看到 当你移动的时候 这边我们看到已经产生了偏移 你可以在它产生偏移之前 这些地方都可以架一个关键针 稳定住它的画面 然后后边等它偏移之后 我们这边可以人工再拖动一下这个点 根据这个高光的位置你可以去让它锁定一下这个点 然后后边我可以继续移动 这边位置偏的比较多 那我可以再放大一点 尝试对齐一下原有位置的这个地方 这边我们看到偏移量又加大了很多 所以你要尝试恢复一下 那这边相同的道理 所以有的时候点击这个Auto自动的话 可能会很好 但是因为由于运动模糊 包括一些像素的变化 它可能不能很好的识别 但是我们这边经过一些调整之后 我们来简单的看一下 这边可以说基本上要比之前的有偏差的结果要稳定的多 所以我们在用这个功能的时候 就是我们的跟踪已经做得非常好的时候 但是对于一些边角稍微有点偏移和错位的时候 我们就不需要在这个跟踪的地方去点这个关键帧 比如这边加帧或者是减帧 然后去调整 但是调整的不是这个蓝色的边框 我们注意观察这个变化 蓝色的边框是会动的 你加帧和减帧控制的是你图像中 这边把网格关掉 是外侧的这个跟踪的这个数据 这个关键帧控制的是外边的这个框 所以你如果加了关键帧移动的话 你看到这个地方是外边在动 而我们在做这个调整的时候 调整跟踪的时候 它控制的是你真正跟踪点这个蓝色现况的这个点 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个关键帧的区别 如果你是在跟踪上看到的帧和调整中看到的是不一样的 跟踪上看到的是外边这个红色圈 它的关键帧的运动变化 而我们在这个调整跟踪中看到的是这个蓝色 所以你要做微调蓝色的话 一定要在调整跟踪中去做 这个地方是越来越来越多了 好 感谢观看